我们在跟伦巴音乐的时候 到底是跟着伦巴音乐的什么旋律吗 每一拍都是踩的是弯腿碎货对吧 在你们的这个印象中 这是对的音乐对吗 在伦巴里面也是 那我们真正跳的 和弯腿碎货有什么区别看一下 第一种 第二种 你觉得哪一种是对的 为什么第二种是对的 我们在跟伦巴音乐的时候 到底是跟着伦巴音乐的什么旋律吗 音乐里面现在有啥 节奏 那么节奏我们能不能再说的直接一点 我们是根据音乐的节拍 去进行我们所有动作和处理和脚步的移动 对吧 我们听一下除了节拍还有啥 有没有听到那个鼓声 所有的伦巴音乐是由节拍和鼓点组 而我们真正跳的是节拍和鼓点的鼓声 而以前如果是弯曲最后 就是只有节拍没有鼓点 所以说它是节目 而我们真正在进入到高级伦巴的时候 是跳的节拍和鼓点加到一起 它就是动大&动动大 一起听一下动大&动动大 每一首音乐都是一样的 听到了吗 如果你要是只跳肯接拍 你的伦巴永远只能听到 卑鄙阶段 这个评审一眼就看出来你的功底了 一眼就看出来你对舞蹈理解的深强 真正的专业的舞者高手 都是跳舞线 或者跳节目